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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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站 你有一個 Q的一個毛 就是我們去三天的行李箱 然後他感覺要去一個月 嘿嘿嘿 早上和珠姑 這是收散時間 收散時間 放蓋子去掌握所有的尖刺 這樣把它甩開 甩開之後找出這一根 慢慢收起 字幕提供 我們出來玩了 終於了 我們簽證 一直在考期末考 就是考了差不多 一整個月吧 因為 就 有的老師會在第十六都考 有的老師在第十八都考 所以就 一整個月都在讀系 他們的老師是二文 不過我們兩個日文都會一家 我確信 最開心就是我日文跟妳的一家 那常常考超高 然後我考超爛 然後我們兩個都會一家 超爽 現在要去嘉義 我去嘉義是我們 考試的動物 我們規劃了 一天 OK的OK的 我們到了 我們來了 嘉義 開不到十二點 我覺得這邊每一棵樹都好像鳳梨喔 我覺得這邊每一棵樹都好像鳳梨喔 很高的鳳梨 很瘦很濕的鳳梨 很瘦很濕的鳳梨 這是我看過最可愛的國小的名字 竟然有國小叫 蒜頭國小 裡面每一個小學生的頭 都很尖然後很可愛 像那個櫻桃小玩具 對啊 現在風很大 然後 它超冷 超冷 我以為嘉義會很熱 結果是沒有很冷 但是風很大 再冷也沒有種族冷 對我們現在出來玩 來了來了 我想帶嘉義 嘉義 快樂海兒 HAPPY HAIR HAPPY HAIR 超帥 超級帥 超級帥 超級牛 哇他這是羅 喔羅喔 羅很帥嗎 他有天賦嗎 天賦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在所有帥氣的風宅之中 我們了解到一個最帥的背影 這就是 太大型 我們來到了我們的民宿 裡面超漂亮 但是還沒開 要三點 所以我們打算先去吃 林聰明 砂鍋魚頭 這個是一定要點的雞肉飯 還有他們很有名的太陽魚蛋 兩個加在一起絕配 這個是烏龍麵 這個是他們招牌的砂鍋魚頭 開吃 哇 我猜一個成語 哈哈哈哈 打破砂鍋魚頭 問到底 哈哈哈哈 打破砂鍋魚頭 我們剛剛要來喝玉香烏 我們剛剛要來喝玉香烏 結果我們只在這邊住了2425 然後他就休了2425 然後他就休了2425 我們剛剛吃了砂鍋魚頭 然後就回到民宿裡面 真的超級超級累 所以我們就睡了兩個小時 梁辰睡一個小時 我可能睡了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現在想要拍room tour給大家 我們今天的民宿叫做Antique 我覺得這邊超美超美 所以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Let go 我們的民宿在一個小巷子裡面 然後雖然它很隱密 但是它真的清幽又很漂亮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這裡是一樓公共使用的地方 它一樓就是好像是古董店 我們住的每一個民宿的大廳都會有一個木啊 對 我要為它吃這樣子 然後這邊 這邊還蠻溫馨的 是一個小小的客廳 那些老老的用具 現在這些東西iPhone也可以用 一些其餘的用具 我最喜歡這個 那個時候不是歷史客人說 那個小朋友都拿它來當內褲 喔對 麵粉袋什麼的 穿著 修一下我的新鞋 我聽起來 兩層的新鞋 哇 它最喜歡的兩個 好髒喔 它最喜歡的兩個顏色 就是藍色跟灰色 哇 它們的走廊也很有感覺 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記得喜歡的城市 還蠻酷的 我們就在做這件事 佗 羊佗地毯 你看 這個是我整個房間最喜歡的地方 真的超美 它的每一個東西都很 就是 怎麼說 有一點老老的 然後又有一點韻味 這邊有一個很可愛的小桌子 其餘的 你看他們多注重價值量 然後這邊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這邊是不讓我們睡覺的東西 這是床 這邊還有一個 也不夠的床 這邊是 兩層如果跟我吵架的話 兩層要睡的床 你就在這邊睡 然後我就在這邊睡 等我原諒你的時候 我就會準確你爬上來 然後裡面是廁所 小小可愛乾淨的廁所 我們剛剛又發現一個 房間裡的小巧思 就是兩層發現這個下面是 以前織布機的踏板 然後這個桌子是織布機改裝的 對 然後 凱兒就發現了 這本書的名字 這本書就是 時間裁縫師 所以 你看時間就是 這邊是古董嘛 所以有時間 然後這個是 裁縫用的機器 我們剛剛發現一個很巧思的地方 就是 他們在這個開關上面放了 桌子的照片 然後這個開關就是 控制桌子上面燈的開關 加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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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常會在前面的這個拉鍊呢 我會放一些平常比較容易用到的東西 像是一堆胃藥 因為我們要吃超多火雞肉飯 然後還有牙蟹 還有香水 然後後面這層我會放一些平常比較不會用到的 但是還是要戴口罩 還有一些小的豬腳袋 這個小夾層我會放走路的時候會用到的 又有卡跟二斤 這樣就可以直接拿出來 對 最裡面的這個小內袋 我會放一個梳子帶在成像 所以發現一個好的梳子真的可以讓人心情一定很好 然後這個水壺是聖誕節的時候 梁辰爸媽送我們的超可愛的聖誕熊熊 聖誕熊熊 然後這個相機是我跟梁辰的寶物 我們就是一人出一半的錢 然後買這個 來留下一些珍貴的回憶 我們上學期就是一直很想要換新的書包 因為我們系上的書真的超多的 然後把舊的書包就難以覆貼 對 然後我們寒假終於有機會來換新的書包 然後我們的書包呢是來自香港的品牌 BONUT的PLUS ONE 他們的包包都是用混收的寶特瓶 再生纖維再造 然後他們也很注重去回收再生資源來製作這樣比較有序的理念 那我們在研究這個品牌的過程中發現 他們的設計理念跟我們的想法也蠻接近的 他的第一個理念是Pack your dreams 就是他們想用這個包包然後來裡面裝滿了我們的夢想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們對夢想的解構 他們覺得夢想這個事情其實不用非常的大 其實只是我們想要追求的生活形式而已 因為我們前陣子在考期落考 我們就發現可能在圖書館的時候 身邊的同學朋友壓力好像都很大 每一天那個圖書館都人滿為患 有很多人都讀24小時然後48小時 對 都沒有睡覺 我上學期最大的收穫就是發現說 有時候去追求一個非常高遠的目標 也要同時自己也要注意去覺察自己每一天的心情 然後去學會調節自己的心情 適時給自己一點休息的時間 像我們現在就是在享受我們起步步考考完 終於可以出來狂歡三天 我們出來玩然後拍影片 可能也沒有說要追求什麼遠大的目標 但是我相信這幾天的回憶會說 我們這一輩子都很難忘很難忘了 嗯 大二的寒假 大一的寒假 對啊每一年的寒假 每年的暑假都這樣 對對對 進入起來我們 以後在很累很累的時候回來看這些回憶 就會覺得哇 我們真的做了好多東西喔 好開心喔 對啊 嗯 就是人生可以做的事情 有很多 嗯 一定要讓自己快樂 對 快樂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們2個 還有6個 然後點進來 我們點了雞排 然後還有薯條 鹽酥雞 四季豆 還有 還有書餅